好 新聞首先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這發生在早上九點多 嘉義的救護車執行前務時 經過東石鄉台六十一線的途中 與一輛小客車發生了碰撞 經過救護車直接衝進路旁的餘溫 幸好當時車上並沒有再送病壞 兩名救護人員自行爬出車外 另外一部小客車車上的兩位民眾受到擦傷 幸好四人救醫之後都沒有大礙 救護車快速執行 在十字路口與一部銀色汽車發生碰撞 銀車翻了一圈撞上水泥墩 救護車則是往前直衝掉進一旁的餘溫 救護人員連忙自行從窗戶爬上車頂脫困 救護車在餘溫裡浮浮沉沉 吊車業者下水協助吊掛 緩緩將泡水的救護車吊起 過程當中救護車的板筋還直接吊進水裡 至於銀色汽車板筋掉落 車側扭曲變形 車門幾乎成了廢鐵 太陷害了 也有代表今天 今天一台一台是奧古車 快叫我車要扭啊 本來就是要扭啊 他不扭啊 他不扭啊 他怎麼扭啊 他穿得大了 我的伯爐他不會這樣穿得大 28號早上9點多 救護車執行時經過嘉義東石鄉 台61縣三家村路口 雨量小客車發生碰撞 救護車衝進路邊的漁溫 車上的兩名救護員以及小客車上的71歲男子和44歲的女子都受有擦傷 救醫後沒有大礙 雙方駕駛進入飲酒 翔視造勢原因正由護士分局加入事故處理小組調查中 幸好當時救護車上並沒有病患 是正在前往載送病患的途中發生車禍 不過事故的發生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得收聽張君榮嘉義報導